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赔一次 还有就是失能险也会全面改版 只有意外造成的失能才能获得理赔 如果是疾病造成的失能就不理赔 但是也有一个让保护可以省点钱的好消息 如果您喜欢出国玩的话 看一下旅游平安险渴望降价 这个平安险当中的意外死亡及失能 费率上限会调降一成 所以出国玩的时候有望省下一些保险费 暑假之后快来了 许多人都打算去国外旅游 而金管会保险新规也即将在7月上路 旅平显的意外死亡及失能 费率上限将调降10% 也就是说出国玩保险费用会更便宜 不过影响最大的是十支十付医疗险 不能再拿副本理赔 一律都要用正本单据 假设我一个医疗花费我花了十万块 那理论上十支十付就是我把我花出去的十万块拿回来 但是我们台湾的保险制度 独有的保险制度让你用副本理赔的状况 就是假设我买了三家十支十付 那三家都要赔我十万 所以我花十万块我可以拿三十万 那这就不合理啊 这样子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大家会拿保险赚钱 过去十支十付医疗险常遭滥用 不过不少人多方投保是想弥补无形损失 毕竟生病时工作生活可能都被大大影响 但这种避险策略未来即将失灵 之后十支十付医疗险如果第一家理赔不够 第二家能用差额方式理赔 不过原则就是不能超过医疗总费用 同一个器官手术也只能赔一次 业者有反应需要相关的作业时间 就是说他的商品需要改版 我们会同意业者在十月一号 完成相关商品的修正 十支十付医疗险新商品将在十月推出 不过失能险新规七月一号就会实施 旧版产品将全面下架 新版会把失能分成意外造成或疾病造成 只有意外造成的失能才能理赔 那过去很多人会拿肠造险来比 跟他比就是因为意外或疾病的认定 其实是一样的 那肠造贵很多 大家都会觉得那我当时买失能险 失能险比较便宜啊 那可是其实失能险有个问题 就在于说 他用意外的身份级表来包疾病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分红保单部分 未来则是不能把高分红当宣传话术 同时要求现金流量测试 账户也得区隔 保险规定不到两周就要改变 民众也得仔细留意 确保自己权益 华世新闻 黄天理事件台北报道 为了不让劳保基金破产 政府今年拨补1300亿到劳保基金 加上原本9800多亿的余额 劳保基金规模首度破照 水位创新高 劳动部昨天就指出将会持续来拨补 不过学者的看法并不是很乐观 学者认为虽然基金用完的年限可以往后延 渴望从2028年再往后 但是破产的炸弹终究会爆 无法彻底来解决 带您来关心 人生有多怕 还没熬到65 劳保退休金已经音讯全无 不过政府今年拨补了1300亿到劳保基金 加上9800多亿的余额 劳保基金的规模首度破兆元 水位冲上了新高 劳动部甚至要劳工们安心 会持续拨补缺口 拨4年 让立委痛批 这头痛一头啊 头更痛 如果只拨补 而不谈 下去做改革的话 我认为这两个字送你 鸵鸟 因为现在已经延到65岁 后续还能够延几年 我认为我们应该赶快 加紧克征赴人税 而现在劳保基金规模破兆 学者认为并不是急兆 这水位并不是蒸蒸日上 因为台湾高龄化 退休人数变多 连带劳工退休金提领了更多 但是少子化的冲击 缴劳保费的人变少 保住劳保破产能躲几年 学者分析明年初公布的劳保基金金算报告 基金用完年限可望从2028年再往后延 但不改革 劳保破产躲不了一事 万一股市降温获利回土 最怕引爆一次勤领退休金的恐慌潮 还没活到夕阳无限好 退休金一毛都领不到 华视新闻黄明辉方庆年台报道 台北股市今天四大全职股领军向前冲 台积电今天再度战上了新高价位 达到了981元 涨幅4.03% 光是今年台积电的市值就暴增了10兆这么多 美系三大外资纷纷上调目标价 其中花旗最看好台积电 喊出了1150元 另外有AI撑腰的联发科上涨了80元 收在1485元 涨幅有5.69% 还有鸿海可以算是站稳了 郭台铭退休价 成交量标破17万张 还有就是广达 创下了25年新高 收在316元 涨幅超过了8% 整体来说 今年都还没有过半 现在才6月份 台股已经涨了5355点 上涨30% 这比去年一整年都还要多 让投资人相当振奋 而美股方面 带您来看看 AI晶片龙头 辉达 美国时间18号 股价上涨了超过4% 整个辉达的市值达到了3.3兆美元 一举超车微软 现在辉达已经变成全球市值第一大公司 辉达涨势真是不可挡 我们来看看 其实各方面都非常乐观在看待 辉达的未来 其中半导体分析师摩西曼 他就说 辉达公司还有50%的上涨空间 他预估市值将会直逼5兆美元 那么美国财经杂志财新更是预估 6年之后 也就是2030年的时候 这辉达的公司市值会再飙升270% 将会达到10兆美元 带你们看看 辉达 我想告诉你 NVIDIA是非常棒的公司 AI教父黄仁勋到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典礼致词 才谈到辉达的成功来自于一连串的挫折 没几天功夫辉达又迈入新的里程碑 美国时间18号开盘后 辉达股价涨超过4% 市值飙上3.3兆美元 等同于新台币107兆 超车微软苹果登上全球市值龙头宝座 而不到两周前才达到3兆美元 辉达成长的速度势不可挡 NVIDIA应该是独占 大概几乎95% 你可以看到所有重要的所谓的一个基金 基本上都以加码 辉达为主要的一个部分 未来体财不断 获利也会大幅度的成长 利多消息一再传出规模711美元的 SPDR基金将在提升 辉达指数权重和微软同样 占21%并列第一 苹果则从22%减持到4.5% 事实上辉达占比本来只有6% 大换血后等于一口气调升15个百分点 就是美股上涨外资回头加码 而且集中在台积电 那另外可以看到都是在AEI的 所谓的联发科 铜海的部分 像这些股票今天都涨了两到三% 辉达强壮 带动台积电ADR指数 同样激励台股表现 造攀一度攻破两万三千点关卡 其中台积电再写天价 在五盘前突破984元 涨超过3% 电子全职股也受惠 联发科涨4% 鸿海日月光也都有明显涨幅 大上AI热潮台股强涨 但专家也提醒 有短线拉回风险 建议投资人还是得要居高思维 华日新闻 陈英伟 甘美新一台报道 毕竟就连法国今年4月份的GDP 也输给这些科技巨头 好 社会AI热潮 相关大厂的影响力也越变越大 在供应链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我们台湾 话语权跟这个能见度 也跟着大幅增加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警告 当AI的供给比需求还高 恐怕就会泡沫化 而大型企业过于庞大 可能也会加剧贫富的差距 人在美国的AI教父黄仁勋 走到哪开讲都能吸引不少人驻足聆听 也在路在市场上有最新动作 彭博社报导 回答花了约1亿美元 收购前AWS管理阶层创办的Shortline 这间公司的软体能用演算法 抓出系统错误并自动修复 有望让AI霸主实力再上层楼 代表辉达朝向软体公司转型 未来将会成为一家 同时可以提供硬体 还有软体 完整解决方案的企业 辉达如今已经是全世界市值最高企业 微软 苹果则是持续力拼 夺回古王宝座 这科技三强 被形容是美股三巨头 毕竟市值全部都在三兆美元之上 和德国 英国今年四月GDP的差距 越缩越小 甚至都引过法国等国 台湾的GDP则是连兆元都还不到 堪称开启企业富可敌国的全新时代 怎么样去规范 来防止这些科技巨头垄断市场 这个就变成一个重要课题 那此外就是说 这些科技巨头的一个崛起 会让这个贫富差距扩大 科技龙头场影响力俱增 人工智慧的崛起正是主因 掌握全球晶片命败的台湾 在国际上的实力与能见度 自然也与日俱增 而且不止台积电这座护国神山 联发科的市值已经赢中国网易一大截 股价攻破200元的鸿海 市值也高过美团点评 广达双上300多元 同样赢过中国主要公司百度 AI需求强劲 攻击端努力想满足需要 但未来一旦攻过于求 恐怕就会有泡沫化风险 以最蓬勃生长的美国股市来说 凯头宏观的经济学团队认为 美股未来18个月 会因为AI持续大放异彩 但AI泡沫最终恐怕还是会破 届时美股就会跌回跟全球其他股市 一样的位置 人工智慧话题不断 机会与风险都得评判 华氏新闻黄天理事件台北报道 毕业季来临 不少新鲜人忙着找工作 有网友就指出 连锁寿司店的店长 月薪有八万一 很多人都很羡慕啊 因为就连台积电工程师的起薪 也不到八万呀 不过呢寿司店的员工就跳出来说 当店长很不容易很累的 常常凌晨两点才下班 随时都要处理各式各样的客户要求 还有超大的业绩压力 好 到底这种寿司店的店长 他们很容易领到高薪吗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跟台积电来比一下好了 好 台积电 硕士以上的人起薪是六万三千九左右 如果是大学毕业起薪大概四万三左右 而连锁寿司店呢 我们带你来看看 他们其实是有一套完整的升迁制度 不是你随便马上就当上店长 好 来看到区域轮调店长起薪四万元 那么到了店长候补 起薪是五万一 那么真的升上了店长之后 起薪才是八万一 如果还能当上区店长的话 起薪更有九万六 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将一片片新鲜鱼获 捏成寿司放上回转盘 送到客人手上 连锁寿司店在台湾 拥有超过五十家店面 现在也传出薪资大域超好 有网友分享 店长月薪八万一千元 多半还是26岁以下年轻人 比台积电新鲜人 月薪六万多还要来得高 有一点点 工程师好像是在有一点 不会啊 还好 听过很多餐饮店的店长 薪水都其实有迫使 店长他可能工作 本身就有一定年次的累积 那台积电天花板会比较可观 实际比一比台积电硕士以上学历 新进员工 平均起薪六万三千九百元 大专院校学历起薪 则是四万两千九百三十元 而连锁寿司店薪水极巨大 区域轮到店长起薪四万元 当上店长候补起薪五万一千元 得进身为店长后 约薪才有八万一千元 有完整升迁制度 并非一步登天 店长工作包山包海 内外厂同步支援外 可能还得扛起营运压力 客宿问题 每月总部都有评分制度 就有网友透露 家人是寿司店现任店长 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隔天可能还要接着开早班 工作并不轻松 科技业很多工程师 他的薪资是用年薪来谈的 也就是要看成十四个月的月薪 加上可能科技业会有一些 分红总薪资 通常都是突破百万年薪以上 人力银行分析服务业 要面对管理客宿等高压环境 科技业平均年薪上看百万 各行各业都有辛苦之处 谁都不轻松 华世新闻杨超成 黄龙台北猜访报导 疫情之后有很多国家 他们的旅游都融合了永续的概念 大部分的旅游景点会收取一些费用 用来回馈维护景点跟生态环境 像是很多人喜欢去了泰国 以前到泰国可能会骑大象 但现在旅行社改推 和大象一起洗澡 或者是照顾喂养大象 其中费用70%会用来回馈 作为大象保育的工作 另外日本富士山 从今年7月份开始 每个人会收取大约新台币400亿的登山费 每天限制最多4000人登富士山 避免大量的人潮会破坏生态 旅行社业者也讲 现在永续意识抬头 客人对于这类的行程 接收度慢慢变高了 像是我们台湾也是有这样 有所谓的这个收取观光保育费 像小琉球这边 每个人收取60元 来做好整个环境生态的保护 也设置了核心区来确保生物繁衍的后续工作 我们带你一块来瞧瞧 在学务中甩着大耳朵 常常向敌回来挥去和游客近距离互动 弯累了来点小点心 成功喂食让大小朋友都超兴奋 来泰国旅游少不了安排和大象互动 但比起过去要骑在大象背上 随着永续保育意识抬头 现在行程安排上不少人 透过洗澡喂食做志工 来和大象近距离互动 我觉得是从那个2019年就是COVID-19之后 摄取的那个资讯很发达的前提之下 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重视 旅游同时又要顾及生态保育 不少景点选择从收费人流及旅游时段管控来下手 泰国斯密兰群岛清晝见地的海水 五彩斑斓海底世界是浮潜天堂 但为了让生态有喘息时间 每年只开放八个月 要登岛也不能穿鞋一切都是为了守护当地环境 常年被白雪覆盖山头 富士山是不少人日本必打卡的景点 但7月开始要登山得掏出新台币 约410元的登山费 更严格限制每天只能4000人爬上富士山 避免过量旅客造成环境的负荷 屏东小琉球也将开始收取60元的海洋保育费 这些费用将回馈到在地生态保育 税赴之后他会再反馈他在他整个的 不管在文化的保存上面 那个移基的保护上面 向远我们收取的那个入场费 大概有70%会帮大象做他环境生态的一个富裕 我觉得现在消费者都给我们蛮正面的一个反馈 永续生态成为旅游新趋势 旅行不再只是走马看花 慢步调接近大自然也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华视新闻张士奎沈丽荣台北报道 总统赖清德今天召开上任后的第一场记者会 宣布将会成立三大委员会 由他来担任召集人 特别的是在气候变迁委员会当中 由力挺核电的核硕董事长童子贤来担任副召集人 好童子贤的理念跟民进党非核家园的立场有冲突 是否有代表赖政府未来会修正能源政策呢 好赖清德总统强调 希望邀请不同意见的人来参与 大家好好沟通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以这一个月来我是战战兢兢 不敢有任何的松懈 唯一有一点稍微比较简单的是 上班不必到四楼到三楼就可以 上任将满一个月 总统赖清德亲自宣布成立三大委员会 团队名单出炉 除了防卫任性跟健康台湾 由萧美琴 吴钊燮 陈时中等人 担任副召集人 特别的是在气候变迁部分 合硕董事长童子贤入列 加强社会对话 也就是会邀请不同党派 不同意见的人共同参与 邀请童子贤董事长来担任副召集人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但童子贤向来被视为挺合派 去年一场活动当中 他更抛出重启核电的议题 立场与民进党非核家园的主张不同 这是否也代表着赖政府 在能源政策的态度即将改变 扩大产观学研 如果大家都只有一种声音 大家只有一种观点 那就是一言堂 那大家不要只局限于 他在某一个领域的发言 或是只局限于他过去的一些意见 可能跟部分的人士有所相佐 童子贤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那也提出了非常多好的一些建议 我们乐观其成 童子贤曾多次表示 应该重新思考能源配比 接下来将扮演什么角色 工商界都在看 以目前来讲我所了解的 可能安全的技术也越来越进步了 所以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项目 如何稳定供电才是关键 赖清德回应民意 而何能是否重新考虑 也再度引来高度关注 华世新闻张选简宏旗 SNG小组台北报道 各个产业都在缺工 也包括了营建业 尤其随着大厂进驻中科 科技大厂开出了高于水准的工资 迫使整个市场人力成本激增 当地的营建业者就预估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台中整体的房价可能还会再涨 请一转来告诉我们 一转 全台湾的人力缺口还在持续扩张 缺工问题是我们最近常常在谈的 不过说到缺工 您第一个可能想到的会是餐饮业 不过其实现在在营建业 同样也因为缺工问题而在苦恼 我们实际问到了台中的营建业者 他就跟我们分享其实缺工问题 早就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疫情当下状况是更加严峻的 即使是到了现在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而且这个状况在台中特别明显 因为台积电在中科扩厂急需人才 台积电扩厂预计是在年底交地 明年新建新厂 但是为了加速完工 恐怕将会上演抢人大战 过去又曾经有过案例 科技业以6000元的日薪吸引公斑 即使现在营建业者开出了2800元的日薪 这个数字是已经比过去还要高出两倍了 但是还是可能找不到人 人力成本暴增平均增长了1.5倍 当中最稀缺的模板工 甚至工资可以上看过去的2到3倍 成本一路涨 房价当然也降不下来 台中部分地区的房价也持续攀升 根据统计台中单元二重化区 相较去年成交均价就从每平54.92万 上升到了62.6万元 涨幅需高达14% 那高品质的生活圈 加上景林七期镇京商业区 才让这个地区可以房价稳定的成长 那至于十二期和七期 则分别以9%和7%的成长位居23名 那它基期原本就高的七期啊 成交均价甚至来到了每平65.4万元 那房价高涨 台中一间业者认为 主要是以下的这几个原因 首先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缺工问题 拉高薪水抢人 人力成本也就上升了 再来是大环境的通货膨胀 也让营建成本飙高 可想而知 当各项成本不断提升 当然就会反映在了售价上面 另外在台中 近来也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入 它是以0.92%的年增率 在全台排名第三 那人口成长增加购物需求 房价当然也就会被带动 再来是随着ESG永续的议题 身为碳排大户的营建业 当然他们要面对的就是 碳税开增的问题了 虽然预计在年底才会定案 但是部分业者也说 这将会是核弹级的灾难 后续也不排除 可能会对房市造成影响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参考 好 最近台北捷运发生了不少 博爱座纠纷 包括有年轻人肚子痛 坐在博爱座上 结果被一名老翁要求让座 这老翁甚至还对年轻人 飙骂还对他打巴掌 而现在呢 在基隆公车上面 也传出这样抢座位的修罗场 好 这个战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一位老先生要求年轻人让位 引发口角 旁边有别的乘客看不下去 出声来制止 但老人家还是坚持认为 看到老人上车 就应该给老人坐 好 眼看博爱座 已经变成两个世代的对立了 大家又开始讨论 到底博爱座 是不是应该要废除呢 卫福部说 受限于法规 博爱座不能说废就废 但未来会参考 日本的优先席 将博爱座设计给 更多有需求的人 你骂什么骂 干什么事啊 你还敢这么好 都在这边 两名女子和兰姨老先生 在台北捡运车上火爆争执 老先生气不过直接攻击 打了坐在博爱座上的年轻人 一巴掌 所有乘客见状都跳了起来 赶紧通知站务人员 站务我也没几年啊 你这样可以 你现在很糟糕 从另外一个画面来看 长者对着坐在博爱座的青年 不断大声咆哮直问 为何不让位 旁边女子看不下去 霸气制止 火药味十足 近期捷云不安座争议 不断就连基隆公车也发声 座位修罗场 18号下班放学时间 公车挤满人 阿伯和年轻人差点 因为让座起口角 后面女乘客也帮忙劝说 眼看博爱座逐渐变成长者与青年两个世代的对立 再度掀起存废争议 中央也给出回应 承诺会参考日本优先席 设计给更多有需求者 只判别让原本充满爱心的博爱座 变成轻盈对抗的搏斗座 如果您会租借共享机车 有一件事情特别来注意一下 我们的独家消息 台北一名陈小姐 5月份租借共享机车 按照程序把车子停在停车阁 还车之前他还拍照确认 当天是5月21号 但是6月份他就突然收到罚单了 说他把机车停在限时停车位超过40分钟 因此他被罚了600元罚还 他气得去找共享机车单位说 他的还车期限 他还车的那天是5月21号 开单日期已经相隔两天 是5月23号开单的 怎么回事呢 陈小姐亲自跑去警察局 调阅了监视器画面来看 确认是车子被人移车了 但是尽管有了这样的关键证据 却还是被共享机车公司打回票 这样合理吗 带你来看 身穿回衣骑着共享机车的女子 看到路边有车位赶紧靠边停车 下车前他不忘照流程拍照还车 但过了快一个月 他却收到一张600元罚单 罚单上写下违反道交条例 停车时间不依规定 还附上机车停在限时车位的照片 但仔细一看 陈小姐还车后过了两天才被开罚 我就不懂为什么我停车两天后还会收到罚单 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停完车其实我是有去拍照 可是罚单上车子根本就不一样 其实在他们第一时间寄罚单给我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去做查核 为了申诉 陈小姐只能自己跑警局调监视器 这时他发现归还机车的隔天 货车司机近人擅自将多台机车移到限时车位 但有了关键证据还是被打回票 依照规定去停车的 他说原本我停的位置就违法 然后如果后面又被移车的话 那这张单还是算在我头上 就是他没有要去帮我处理的意思 然后竟然还叫我自己去申诉 所以我才觉得很莫名其妙 他就是要我们买单的意思 整个处理方式 一直想要把这张罚单推给 就是我们这些骑车的人 就让我很失望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来协助提供他管道 向这个主管机关声速 实际回到现场查看车格 除了一边有缺角露出薄油 其余三边都是正常的标线 本处潜意图下 为费线浮出 进行江派公布会 事发就在台北市民大道四段上的停车格 因为这里车流量大 停管处设置限时停车 前20分钟免费 但超过40分钟会被开罚 只能说民众租用共享机车 还是多看几眼 确认标线完整 拍照求自保 才不会为了方便 却吃上罚单 欢迎回到新闻相对论 我是徐湘华 艺人敌英跟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日前带着火枪在信义区逛大街 强调说那个火枪完全没有杀伤力 还说要量产 要开放订购 引发关注 警方今天上午发动搜索 在艺人孙鹏跟敌英北投的家里面 查扣了火枪火药跟匕首 也将孙安佐以及经纪人带回甄讯 安佐有被问到什么吗 有什么话想说 结束完真讯走出台北市行大 孙安佐被送往台北地检署赴讯 这个火枪有关吗 带着墨镜面对记者提问 一句话也没说抬头体修 态度看似不慌不忙 而陪同应讯的则是爸爸孙鹏 我们现在就完全佩服 我们现在正在厘清 正在厘清中 因为现在还在调查中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方便跟大家说什么 孙安佐和经纪人 日前带着火枪出没信义区 但这画面让两人惹祸上身 19号上午警方发动搜索约谈 两人这几天都睡在孙安佐 北投住家搜索当下 孙鹏和迪鹰也在场 孙安佐号称他们攜带的火枪 没有杀伤力 隔天晚上经纪人被传唤 19号上午警方前往搜索两人住处 在家里查扣火枪 火药和匕首 引发争议的火枪 来自这间私人工作室 这是关于子弹的吊尸饰品 项链耳环 他就来找我做 定制这些东西 就认识到现在 跟你买的是 他里面的零件还是说他 整支完成 整支 就像这样子 业者表示这把火枪 当初为了野外求生用途 孙安佐很有兴趣 双方还谈过合作 没想到这闹去曝光 引发大风波 这些枪的来源是什么 孙安佐被约谈 爸爸孙鹏陪着应讯 妈妈迪鹰则发文 用故事寓意 真正拥有实力的人 往往处于平静祥和的状态 还说你已经是狮子了 何须证明 何须炫耀 究竟是劝儿子 还是另有用意 或许只有他们自家人 才了解 法市新闻 这次同样被约谈的 朱一鸣号称是孙安佐的经纪人 他参选过台北市大安区的立委 还当面抢麦克风 呛国民党立委罗志强 加上他很跳脱的一些政见 引发讨论 如今又陪着孙安佐 带火枪来逛大街 月上新闻版面 火枪事件后 朱新男子到派出所说明 口口声声强调 火枪没有杀伤力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即使在信义区带火枪当天 也几乎成了孙安佐的代言人 然后他最近也做比较多 人品性的东西 就大概讲火枪的部分 你不要回答 先前孙安佐在泰国被逮 他还曾发文声援力挺 31岁的朱一鸣 台大政治系毕业 曾经担任酒店公关 更两度参选立委 还因此跃上新闻版面 谢谢 罗志强不要躲 罗志强作为我竞选对手 我们都是大安区人 但是罗志强把我的 把我的粉丝专业都封锁了 一个剑步冲上前 抢走麦克风 对着当时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罗志强嗆瞎 这是去年底台北市大安区立委选举抽签 当时朱一鸣也出来参选 提出的证件引发不少讨论 所以我提这个证件就是说 那我们就顺应民意 就是火锅不该加鱼头 留着拼头穿一件黑色汉衫 套上纸箱就上台 证件很跳动 朱大吸引年轻人 也到龙山寺周边发蛮头 表现关怀弱势的一面 虽然两次参选都落败 但也累积不少知名度 没想到这回因为火枪 再度跃上媒体版面 华人新闻洪熙与蔡志明 台北报道 清华大学电机系 一直都是热门的选择 有网友分享说 在清大电机 有一位研究所的教授 正在争财 他要找什么样的人才呢 他其实是要找志工 他站在找五名具有律师资格 兼职或全职的长期志工 要探索AI在法律领域的应用 虽然说可以远端 也可以开立实习的证明 但是完全不给钱 不给薪水哦 这文章一发引起热议 清华大学表示说 这个事件属于教授个人的事物 学校不介入 有些学生则是认为 虽然没钱拿 但是这样的经历还不错呢 开箱清华最美的实验室 清华电机是不少理工人 趋之若鹜的细索 有历史悠久的名校 光环加持 还是不少顶尖人才的聚集地 位在竹科附近 多样条件下 让这里成为许多人的第一志愿 但最近 清大电机资讯通讯所 一位教授透过东吴法律 西班网页发文真材 探讨人工智慧 在法律的运用 证程有律师资格的学生做志工 不给付薪资 会开立实习证明 网友见状表示 这是在做梦吗 要律师资格还得当志工 按照人类银行的情报 光是刚毕业出来工作的资遣律师 工作资历还没满一年 平均薪资大约五万六 就算是最低薪资 一个月也要四万五 但律师薪水会随能力和资历增加 有些论件继续获奖金的律师 薪水可能更高 如今却被当成免费志工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回归到 这位老师 他所争的到底是 具有劳动从属性的雇员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要以 这个劳动基准法来聘任 实际询问当事教授并没有回应 清大校方则表示 属于教授个人失误 校方不介入也不回应 一场真志工启事 引发不少人热议 甚至差点掀起文理大战 但条件写在那 同步同意就看学生自身医院 华智新闻中文献 红旭与张全台北新宿报道 知名的连锁麻辣锅 新马辣 位在新店玉龙城里面的分店 再次爆出一次食物中毒风波 好 这个月12号 有民众到店用餐 当中有两个人出现了 呕吐 腹泻症状 赶快送医 那么新北市卫生局 接获医院通报 出现一次食物中毒的个案 赶快就到店里面去击查 也抽验了他们一些饮料 冰品跟汤底 那么这已经是这一间分店 三个月内第二次 爆出一次食物中毒案件了 因此也被勒令暂停营业 那么这一间 新马辣他们是发出声明说 会完全配合调查 人生没有什么事 是吃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 但是有人吃了火锅 锅底在翻滚 吃完了却是肚子在翻滚 6月12号晚上 三位民众到新马辣新店 玉龙城店同桌供锅 其中两个人出现了呕吐腹泻 就医后返家休养 卫生局获报后击查 发现有衣物放在作业区等缺失 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正 如果借期没有改善 可以依违反食安法 处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该公司因一年内 有两次一次食品中毒的通报 打本局暂停作业的标准 故卫生局命新马辣 新店玉龙城店 自17日起暂停作业 由于今年4月 新玉龙城店也发生过 两位客人吃完后疑似食物中毒 虽然事后卫生局检查抽烟合格 但相隔两个月 又再发生客人上吐下泻 按规定一年内同一家店 发生两起就得暂停营业 等全面改善检查过关后 才能重新开张大吉 中午餐厅虽然灯火通明亮晃晃 工作人员也照常上班 但不见平时排队的人影 我们现在只能接受下周的定位 新马辣集团发出声明 在获知消息后 立刻向客人表达慰问 并持续关心 如今客人已经无恙 这家分店配合主管机关 暂停营业并且清洁消毒 由于卫生局查核现场时 已经没有同一批食物的残余检体 现场抽验冰淇淋和锅底等检验 如果检验结果跟规定不符 复查也没过 最高可以处300万元的罚还 由于其他同一厅的客人 身体没有异样 现在等卫生局公布结果 是哪里出了错 华日新闻黄敏惠 方琴年新北市报道 很多朋友喜欢去玩的 日本现在爆发严重的 食人菌疫情 致死率高达三成 之所以被称为是食人菌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染上这种病菌 伤口就会像被吃掉一大块一样 很可怕也很痛苦 今年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月初 日本感染食人菌的确诊病例 高达977例 那么这已经超过去年 一整年的累计了 这是199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 好 我们来看到 它可怕的地方是 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 发烧或疲倦的症状 但是短短经过几十个小时 就可以使器官衰竭 整个组织坏死 如果不及时就医 恐怕因此没命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 这种病毒它是会经由一些 人体接触以及飞沫传染 所以说如果您要到日本 或者是有一些日本人的接触等等 最好能够戴上口罩 勤洗手自保 掀开衣服 大片呈现紫色的皮肤 从腋下延伸到腰部 都是坏死的组织 原胸就是俗称 十人菌的A型链球菌 日本这名四十多岁患者 去年十一月染上A型链球菌 他回忆刚开始只是发烧 以及有强烈疲倦感 隔天右肩便肿胀疼痛 第三天就因为肾脏发炎而送医 所幸他接受手术 及时从鬼门关前被救回 从发烧肿胀到肾炎 不过短短三天功夫 也显示十人菌病程之快 要对付他反应也要够快 A型链球菌致死率高达百分之三十 通常透过飞沫与接触传播 也会透过伤口入侵人体 因为会引发蜂窝性组织炎 甚至是坏死性筋膜炎 仿佛肌肉被吃掉一块 而得到十人菌的俗称 日本进入2024年起 A型链球菌患者暴增 从年初截至6月初 累计977人感染 短短5个月就超过 2023亿整年的人数 创下新高 不止十人菌防不胜防 最近在亚洲还有另一波致命传染病 2023年曾在伊拉克爆发的 克里米亚钢果出血热 如今也在巴基斯坦被发现 这种病经由皮虫钉咬传染 患者不但会发烧 上吐下泻 还会出现眼鼻出血 大范围瘀伤等症状 发病后两周就可能丧命 致死率与十人菌一样 都是30%左右 八国第三大城拉瓦尔平地 已经有两人不幸病逝 当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展开大消毒与动物检疫 全球放宽新冠防疫后 还要面对其他各种 致命病菌的威胁 华世新闻陈刚 陈传志专题报道 中信兄弟上周六日前进大巨弹 举办版神甲子园球场日 那会不会把甲子园的特色 就搬进了大巨弹 而拉拉队Passion Sister 他们的造型可以看到别有巧思 还登上了日本奇摩热搜 拉拉队成员QQ 还在IG分享这个短影音 他在应援的时候 就是戴上那种胡尔造型的发圈 双手有时候捧着脸颊 笑得灿烂 所以日本网友忍不住直呼 真的好漂亮 太可爱了 因此还登上了日本奇摩热搜 欢迎回到新闻相对论 我是徐霞华 台铁公司去年添购了34辆O系R200裁电机车 今天正是从花莲车站起航了 铁道迷们抢先来欣赏拍照等等 还有人为了抢购限量的纪念品 一大早就先来排队 这辆R200也是首辆台铁配备有周边摄影机的车种 安全性多了保障 未来将会提供货运还有军事救援等功能 摇零声意向人员挥舞旗帜 因为列车就要进站了 白色车头配上深蓝色车身浓重登场 火车后面拖着装甲车含大货柜 这辆就是台铁公司新购路的O系R200柴电机车 经过一年的严格测试和调整 19号终于在花莲开幕首航 铁道迷好兴奋拿起手机抢拍 比较漂亮啊 当然声音减少很多 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在设计这一块 设计更美观 连性能也大大提升 R200搭载2700匹马力引擎 更减少废弃排放 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它有各种的安全防护的设备设计 包括它有摄影机 所以在吊车 这个是安全性就提升 以及防火 这个防噪音的系统 新车上路虽然没有客运功能 不过贴道迷还是一大早就来排队 除了目睹新车更重要的是来抢纪念品 7点半就过了 7点半啊 买了两个钥匙圈 两个炸停水 然后一个马特杯 这样好 34辆R200将陆续上线 未来除了货运之外 还配合灾害救援和军事运输 预计在花莲和彰化纪物段成为东西干线的运输重任 华市新闻 张一军 陈青春 周若平 花莲报道 今年双十国庆焰火将会在云林释放 由于是首度在云林举办 预计会有数十万人涌入 目前确定啊 这个焰火释放的地点会是在高铁云林站旁边的高铁特定区 初步规划了两个观赏景点 并且设立500个摊位 云林县府说啊 这边交通方便 不论是距离交流道或者是高铁站 都只有十分钟的距离 也将会配合焰火活动 推出三天两夜的行程 不过有些民众认为 高铁附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并不是很完善 车子也要等很久 如果碰上人潮可能会出问题 希望可以趁这段时间赶快改善 卖家朝圣活动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名的信徒 在酷热高温下展开 有时候真的很热 像今年一度飙到了摄氏51.8度 非常吓人 当地的气箱单位还没有公布资料 这是不是史上最高温 但是已经有2000多人中暑 还有550人热死了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心这样的情况 我是徐沙华 感谢你的收看 也请您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持续锁定 新闻相对论 我们再会